在彰化永静 因为沉乡差距 加上外籍配偶隔代教养 是常见的事 很多孩子因为家里双亲不在身边 或文化差异 学习往往跟不上进度 为了守护这些孩子 顶星河的文教基金会 成立弱势家庭克服班 打从2007年开始 克服班的老师 秉持耐心与爱心 帮助这些弱势孩子 不仅教课本里的事 还传授向孝顺礼貌等做人道理 让他们不管在课业 品德或人文素养上 都能被多关怀一些 孩子是希望的种子 顶星河的文教基金会 希望守护着他们 在学习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中午要吃什么 是许多人的烦恼 其实有饭吃是一种幸福 没饭吃的情境 比你想象的还容易发生 比方说 突然生病 不良余行 亲人需要照顾等生活危机 都会让人们的生活 突然陷入窘境 而食物银行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 三餐有着落 才有力气挺过难关 顶星河的文教基金会 长期针对彰化县 26个乡镇的弱势家庭 发放食物福惠带 更和1919食物银行合作 赞助物资 希望辛苦人再怎么辛苦 都能有基本的温饱 每口饭 都是未来生计改善的希望 三峡山上的春灰寝能中心 接纳教养15岁以上 身心障碍的大朋友 提供白天的课程 与晚上的住宿照顾 而全体师生每天吃的饭菜 有一部分是学员 自己弯下腰 踩在泥土上 自己耕耘出来的 顶星河的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魏映冲 看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比一般人更认真 更勇于面对他们的人生 他被这些怨声的热情感动 不但捐赠了铁牛跟云鸡 更和他们一起下田 放下生断除草 施肥松土到首歌 土地让心智障碍者 能安身立命 找到生命的方向与价值 而魏映冲也从其中 体悟了天宽地阔的自然之道 我们要留给下一代 什么样的资产 这个问题 顶星河的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魏映冲 一直放在心上 他始终谨记着 祖先说的留德 所谓的德 是为人处事的道理 他相信 留给下一代更多 就是自己的福分 所以不管外界 有再多的纷扰 不管别人如何闲言闲语 魏映冲坚信 对的事 帮别人的事 就应该一直做下去 以魏映冲父亲 魏和德先生为名的 顶星和德文教基金会 希望继承父亲的教会 更有力量 更有系统地 把爱散播出去 二十年了 我们还在这条路上 努力给下一代更多